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菩萨大德 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解正信佛教的问题解释 上一回讲到佛教深信因果的定律 那么佛教所讲的这个因果律 也不是像一般人所误解的宿命论或定命论 一般人对于我们佛法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那么都会有相信说我们的这个命运 好像都是被人所主宰 或者是过去造作的这一辈子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有这种思想观念 生死有命 互贵在天 好像说我们出生了之后 然后就决定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亡 然后我们这个负贵呢 贫贵贵贵都已经注定好了 其实我们佛教呢 并不是这样一种宿命论 或者是定命论 佛教相信呢 唯有重大的业力 不能转变 而称为定业之外 人是可以凭后天的努力 而来改善先天的业因的 比如前世只造了 这种穷人的业因 那么今世果然也生在 这种穷人的业果 但是身为穷人不要紧 只要自己肯努力 那么贫困的生活环境 是可以改造的 中国大陆 马云企业家 以他的出生背景 并不是所谓的互二代 早期他也非常的贫困 但是透过后天的一种努力 也成为大陆 非常富有的企业家 那么身为穷人 不要紧 只要自己肯努力 贫困的这种生活环境 是可以改造的 就刚刚所举的例子 那么台湾也有很多的企业家 早期是生在非常贫困的家庭 郭台铭也是 那么透过他后天的努力 成为台湾的首富 那么这是将过去的这种因 加上现身的这种因 综合起来 就是当下的过 所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说我们这辈子生下来 生在贫穷的这种家庭 那就注定了我们这一辈子 就是过着贫穷的生活 虽然生在贫穷的家庭里 透过你这一辈子的一个努力 还是可以改变贫穷的 这种果报因缘 在明朝有一个云了凡居士 透过自己的努力 断恶修缠 以及改变习性 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么晚年他写了 一本书叫《了还世讯》 这本书本来是要劝勉 他的儿子的 那么后代觉得 他写的这本《了还世讯》 可以发人省思 劝人向善 所以目前在我们佛教界流通 非常的广泛 也值得大家去参阅 所以佛教的因果律 不是宿命论 也不是定命论 不是说我们一生出来之后 命运就被人家主宰了 或者是我们过去造的业 这一辈子赶果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到场因为是在南部 那么很多信徒 都是务农 做农夫的 那么有种果树的 也有种一般的菜类的作物 那我常常会以这个田 田地的作物生长 来解释我们佛教的因果 这种观念 我们一起的作物 这个果树 今年生长的不好 有时候有天灾的一种因缘 就是说气候异常 或者是遇到台风 或者在开花的时候 那么有夏天开花的 也有冬天开花的 那么在开花的过程当中 有遭受风 霜 雨打 那么它在结果实的时候 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一期的果实 生长的不好 量少或者是 长得不好看 那么并不决定说 以后所采收的这个果实 就是跟今年度都是一样 今年它长得不好 如果是你照顾不周 没有好好照顾 就是去施肥 灌溉 那么果实长得不好 透过用心地去照顾 只要没有天灾的话 果实它一定会长得 非常的漂亮 那么以此这样的一种辟语 讲到我们因果的一种的现形 我们这辈子出生了之后 虽然有过去是造作的善恶业 然后会在这一期的生命里面 因言惠遇的时候 它会起现形 但在起现形的当下 我们透过这辈子的一种的努力 断了修缮 还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因缘 就于我这辈子生下来之后 如果说我们的体质不好 就常常生病 在医学上讲的是基因 那你这辈子的出生了之后 身体就不好 抵抗力多 那你可以透过你这一辈子 好好的去调养你这里的身体 注重饮食 还有生活 还有你的作息 那么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并不是说 一生出来之后 身体比较虚弱 抵抵抗力比较弱 就决定了你这一辈子 就没有健康的生活 这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所以透过我们后天的一个努力 还是可以改变因缘的 所以我们佛教的因果 律不是宿命论 也不是定命论 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论 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因缘论 因缘论 那么佛教如果落于这种宿命论 或者是定命论的泥沼 众生成佛的理论 也就不能成立 如果说呢 我们的命运是没办法改变的 都是被人给主宰的 要让你快乐就让你快乐 要让你痛苦就让你痛苦 你没办法透过你的努力去改变 那么这样子 众生是没有成佛的因缘的 既然一切命运都是全是决定的 如果以宿命论或定命论人的这种观念 就会认为说呢 一切的命运都是这个过去是所决定的 那么人生的修缮呢 岂不等于白会啊 就说再怎么努力啊 都没有办法改变 就刚刚所讲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生死有命啊 互归在天 当然对于这样的思想观念啊 对某些人来讲的话呢 还是有一种安慰的作用 就是说他常常遭受到挫折 但是他安于命 在中国文化里面讲到的天命啊 安于天命就好像说呢 我的命就是这样子 我去接受了 那么也是有一种安慰的作用 把我们佛教的思想观念里面 是更进一步的 有过去式的 善恶业 召感我们这一期的果报 那么虽然是不好的 这种果报 痛苦的果报 那么透过我们这一辈子的努力 还是可以改变因缘的 纵使这一辈子因缘没有改变 那么你种下的 善的因缘 那么未来是因缘起现行的时候 你还是得到呢 自己所种的这个善因的快乐果报 可见呢 佛教的因果定律 也是呢 不离原生法则的 所以我们经典里面常常讲到 诸法因缘生啊 诸法因缘妹 因缘生就是因缘具足 他就生起 因缘不记足的话呢 他就善灭 那么从过去式的这种夜因 到现在式的夜果 中间呢 尚需加入许多的外言 方能成为夜果的事实 那么这些外言呢 就是现实的努力与懈怠 作善与作恶 正像呢 一杯糖水的本质啊 是甜的 假如加入柠檬或是咖啡 便会改变那杯糖水的味道一样 那么这是我们圣言法师 注释的时候 他的批语 那么就以我们 这辈子我们所看到的 人类的一种的 因缘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的互二代 就是说呢 父亲 他本身是有身份 有地位 很有钱的 那么生下来的子女呀 靠的父母亲的这种的 家世家产 纵使他这辈子呢 没有工作呢 他也不愁吃啊 不愁穿啊 不愁用啊 但是 处在富贵的家庭里面 如果不懂得珍惜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财产 如果随意挥霍 吃喝嫖赌 挥霍家产 不去工作 每天吃喝嫖赌 众有啊 亿万家产 有一天啊 也是会散尽家产的 就我们现在 从网络里面 报章杂志上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 生在富二代里面 他懂得珍惜自己的财产 利用 这个 父母亲所留下的财产 自己又好好经营 这个家庭的事业 乃至呢 更加的努力 去 这个发展 父母所留下的事业 当然果报 有不同 并不一定说呢 就把家产给散尽 这还是取决于个人 你这辈子 你怎么样子去利用你自己的财产 你自己的资源 所以 在这个现象界呢 我们 还是离不开 我们佛法所讲的 这个因果的关系 总之呢 佛教的因果力呢 是贯通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三世 要讲因果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贯通的过去 现在 未来 由我们过去所造作的 这种的 善恶业 然后在这一期啊 起现行的时候 开发结果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 又怎么样子去面对 去造作 又结下来 我们未来的这个果报 所以讲因果 就要贯通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三世 那么这三世呢 那有连结的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三世 现在 承受先世的业因 成为 现世的业果 现世的行为造作 既然 即是后世的业因 也可 加入 先世的业因 成为 现世的业因 就以 十二因缘来讲 那么我们 主事大德 用三世 两重因果 来贯穿 解释 这十二因缘 当然 这个也有 主事大德 对这个十二因缘 有通于三世 也有通于 现在当下 就具足有十二因缘 这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就以 这个一般主事大德的解释 十二因缘里面 由于我们过去的 这个无名 然后去造作 然后产生了业势 去投胎 过去是两之音 无名行 然后现在五之果 是 明色六度 触受 我们会得生在人道 得生为人 一定有你过去是 有造作人的因 然后 在这一期 果报成熟的时候 我们投生在人道 当然在人道里面 我们的现象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人 这动物以外 还有其他的动物 有水族类 或者是爬虫类 昆虫 鸟兽 同样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地球里面 那么就有各式各样的 这个动物 不同的这种的动物 那以我们佛法的业力观来讲 都有各自造作的 这种业因业缘 而招感这一期的一个果报 现在有很多人 养宠物 我们看 这个宠物 猫 狗 这个 受到 比这个人类 一般 一般比较露获的这种 地方 的人 所受的这种的享受 都超越 那么流浪帽 流浪狗 命运就不一样 跑到哪里 为了一顿饭 就被人追啊 赶啊 打 非常的可怜 同样是猫 同样是狗 它是宠物的话 就被这个主人 受到呢 特别的这种的照顾 猫狗生病的时候 去看医生 我这个费用 比我们这个人生病 都还要贵啊 那么流浪猫 流浪狗啊 如果说呢 没有爱心人士啊 特别呢 去照顾的话呢 他们每天啊 就是 走到哪里 就睡到哪里 吃到哪里 那如果 遇到呢 这个有恶心的 这个人的话呢 还会追啊 赶啊 打啊 就这样子 我们现象界看到的 猫狗 流浪猫 流浪狗 或者是宠物猫 宠物狗 或者是其他动物的 是宠物的 或者是流浪的 那个果报就不一样了 那么以我们佛法的 这种 因果观来讲的话呢 会当宠物猫 宠物狗 那么过去是 还是有修一些福报的 所以 虽然他堕路 在畜生道里面 他还是有 受着他过去 所造的 所谓的 布施的 这种的 善因的 一种的果报 所以才会 有这种 物质的 一种的 享受 那 流浪猫 流浪狗 那么 他们因为 造了 一次的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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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畜生道里面 然后过去 因为也没有行布施 所以 遭感 就是 要喂 吃饭 那个 流浪的猫狗 为了吃一顿饭 常常要 这个被人 追 赶 打 这果报 就不一样 所以 因果的 这个道理 听起来 简单 说来 并不简单 佛教 就是这么一个 看似简单 而实际 并不简单的 宗教 佛陀 出示在这个人之间 就是在 解释着因果的关系 那么这个因果 有分 世间的因果 跟 初世间的因果 那因为 由我们 佛陀 释迦牟尼佛 视线 出示于 人世间 他把这个 世间的因果 跟 初世间的因果 讲得 非常的 透彻 今天 世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 讲解到此 祝大家 业障消除 为增长 阿弥陀佛 优优优优独播 和 佛书经典的流传 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 唱隐金书 助隐金书 流通金书 对 续佛会命 有 极大的 贡献 与风德 不持 印经协会 其实种 大智慧的 菩提 善根 欢迎 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 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 989 8686 中华印经协会 跨播账号 1965 8482 生命电视南投草屯中心举办公送药师经 现实供 点灯 供水 蔬食饗宴 祭甘露诗时法会 恭请赞德法师领众 日期 2月3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2点公送地藏经 地点 万灵祠 地址 南投市 东明路 601向11号 联络电话 049 2315999 049 2315999 欢迎大的自备鲜花 水果 素食五段谱食品 与法会前自行摆放好 法会结束后 亦可带回 与慈悲生活在一起 生命电视 触动 行动 真感动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五 能力有情的福善 转经轮的功德 索达吉 刊布 今天所开示的内容 是六字真言 观音心咒 Om Mani Pemme Hong 转经轮的功德 在藏传佛教中 六字真言 六字真言的功德 可谓人尽皆知 尤其是转经轮的功德 很多人从小就比较了解 在藏地 信奉观世音菩萨 念诵观音心咒的人 不顺美举 俗话说 从小会叫阿妈的时候 藏地小孩 就会念观音心咒了 观音心咒的功德相当大 经典续部中 有各种各样的焦正 方便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直到这个功德之后 很多人会非常愿意念观音心咒 音乐 安多 康区 魏藏 这三大区域为主的藏民族 几乎每人都左手持念珠 右手拿转经轮 这已成为了藏民族的一大特色 现在研究佛教 民族 宗教的人士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今天所介绍的六字真言转经轮 传说 大圣经绪中明确记载了 他不可思议的功德 藏地人们 自古以来就信仰佛教 拿转经轮的现象 非常普遍 不管你到藏地哪里去旅游 或者在电视上宣传 或者在电视上宣传介绍中 都可以看出 藏民族对佛教的信仰 尤其是转经轮的弘扬 已经遍及藏地的每个角落 无论去藏地的哪个寺院 都能发现大大的转经轮 好几个人的力量 才可以旋转 寺院的院墙上 也有中等的手推转经轮 就像我们学院的坛城周围 就有许多这样的转经轮 还有在每家每户中 老年人使用转经轮 年轻人也使用转经轮 转经轮在整个藏区 触目可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藏地佛教在文革期间 寺院僧众 佛像经典等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 尽管恢复起来比较困难 但现在仍有很多高三大德 不遗余力地宣讲转经轮功德 令世界各地的信众 对此逐渐渐有所了解 转经轮的弘扬 藏地比印度等国家都为成功 不管是历史上看 还是走入任何一个寺院 都会发现 转经轮在这片土地上遍地开花 那么转经轮到底有什么功德呢 我们今后是否也应如此行持 有智慧的人 对此需要从道理上分析 明白之后再决定是否行持 而没有智慧的人 只是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 这样意义也不大 转经轮有许许多多功德 有些是见得到的 有些是见不到的 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 前辈大德将之赚注成文的相当多 有了经典续部的交证 传承上师的眼教为依据 我们佛教徒不得不行持 当然 我们使用转经轮时 可能旁边的人不理解 不接受 尤其是年轻的居士 一边上班 一边拿着转经轮 恐怕不信佛的人 觉得怪怪的 但久而久之 他们也会习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在汉传佛教中 有些居士和出家人 不太接受转经轮 后来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 许多有远见 有智慧的汉地大德 不但自己使用转经轮 而且到各地去宣扬转经轮的功德 给别人做加持 结善缘时 也是用上转经轮 这是具有智慧的一种选择 无论你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虽然以前自己的教派中 没有弘扬 但只要是佛经中讲的 我们后学者 理应值得借鉴 理应值得借鉴 比如说吃素这一传统 藏传佛教从历史上看 确实不像汉传佛教那样普遍 但我们作为藏传佛教的修行人 见到这种慈悲的理念相当殊胜 也非常愿意随学提倡 同样 藏传佛教中的转经轮 文思修行 辩论 不管在哪个寺院中 居士团体里 都应该值得效仿 佛教徒 佛教徒彼此之间 因取长补短 互相学习 不能总抱着老观念 自私不悟 因此 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 也应该使用转经轮 这没有任何过失 反而有极大的功德 随选你的人 也能直接间接得到无量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转经轮 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这方面你不用怀疑 我以前翻译过恰美人婆妾的 观音新咒转经轮功德 里面自有详细介绍 恰美人婆妾 就像汉帝的六祖大师 虚云老和尚一样 是藏地各教各派公认的大智者 大成就者 他对世间的所有知识 包括风水以上 全部精通无碍 他所编撰的功德文 只要是有智慧 有分析能力的人 看后不得不承认 在此交言中 恰美人婆妾 引用了二十多部 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和续部 在藏地历史上 也十分罕见 上师如意宝 有一次开极乐法会时 曾专门给大家宣讲过 大家不妨看一看 藏地的家家户户 寺院周围 有多少个转经轮 见闻益处的众生 都能直接或间接获得解脱 这是佛经的无期语言 发了菩提心的高僧大德们 不能只想到自己的未来和前途 应该考虑 怎样让与自己结上 善缘恶缘的众生 前往极乐世界 这也是大善佛教徒的根本目标 所以我非常希望 汉地的佛教徒 手里也能拿着转经轮 到派的寺院里 都可以看到转经轮 藏族在家人 无论是田野里的农夫 还是草原上的牧民 每个人也是手里 拿着转经轮 口里唱着观音歌 截六字真言的歌 而且藏地有一种传统 孩子如果对父母非常孝顺 他出差回来 经常要买转经轮 尤其是父母到了晚年时 每天的任务 就是坐在床上 念观音心咒 用转经轮 平时不参与任何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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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 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 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清秀清静的落明 恨不忘时 菩提心 生命点事 新店大名讲堂 举办八关灾解 恭送药师经 点灯 购水 祭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占永法师煮法 日期 2月3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拜 下午礼拜药师宝采 祭持药师灌顶针言108遍 地点 新店大名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 五十四项二十八号三楼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上午七点半 于七张捷运站一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点事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礼拜佛说万佛明经 护生 点灯 供水 药供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时法师领众 日期 2月16号星期五 至2月17号星期六 大年初一 初二 上午九点 地点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 高雄市左营区中原路 189号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2月17号星期五 再来 如果有人告知 钱是因欠钱夫一笔钱 才导致钱夫一直 以肃松的官司来追讨 请问身为佛教徒 该如何做功课 去功德回向 像我都是这样 姑且相信 相信以后怎么 反正我都做好事 我上辈子欠你一份债 所以我这辈子 会多用你的名字去做功德 以其让你一直跟我现世 在那边诉讼讨债 那还不如我现在就拿你的名字 一直做功德 也向你忏悔 因为我会来转为佛法 那到底你前世有没有欠他债 反正就看不见 他讲的 那你既然问了 那问了以后 那你就把它转为佛法来用 这样就好了 那一天你去问别人 他会讲不一样的答案 我跟你保证 你问十个答案不一样 但是 你要故意去问 那就不需要了 如果他主动跟你讲 反正我都给他转为佛法的用途 因为我也不知道对或错 别人讲我前世是什么 那我就把那一位善知识 来好好的学 这样就好了 那 他是不是都不重要了 我们要学会所有佛菩萨善知识的功德 那是应该的 你最好把它当作是 我现在讲说 你上辈子是某某的成就者 你就说你是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要开始认真去学它 哎呀 惭愧心 我上辈子居然是个成就者 我这辈子还离离辣辣 更要惭愧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上辈子是谁 那你给草皮 那这个我漫法会让你堕落 不能有这个想法 所以只能说有缘嘛 有缘那我就更认真的去 学习这个善知识的思想行为 特点 这样就好了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喝菩萨摩赫萨 开開龍 黄小星 挨草 大令 十方三世 dz矩 到什么月 我们用一颗增长 不有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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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